各位观众朋友 各位主列同龄 大家平安 现在我们要来学习 信耶稣第三单元 耶稣是谁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耶稣这个名字 那耶稣 他到底是谁 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 二章十节到十一节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急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官夫万民的十一节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好 今天你讲到 这个天使 报大喜的信息 就是在大卫的城里 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是官夫万民的 所以啊 主耶稣他来到世界 他跟你跟我都有关系啊 因为他是官夫 世界万民的 那主耶稣 他来到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 一章二十一节 他将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 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好 今天你讲到 主耶稣他来到世界的目的了 就是要将他的百姓 从罪中救出来 那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啊 主耶稣必须要成为人 来到世界 所以呢 神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了 我们看 一看福音 第一章 第一节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再看十四节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匆匆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 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今天你讲到 这个主耶稣 他是道成肉身 来到世界 这个道是什么呢 一节说 这个道就是神啊 所以神成了有血 有肉的人 来到世界 那主耶稣 他是天上的真神啊 但是呢 他成了人 来到世界 所以呢 主耶稣 他是完完全全的神 也是完完全全的人 那起名叫耶稣啦 耶稣就是拯救子的医世 那这个拯救子 也就是犹太人 历来所盼望的 弥赛亚 就是基督 也是受高子的意思 那他来到世界 是要把他的百姓 罪恶中救出来 并且将来要救他们 到天国去 所以主耶稣 他就是个救主啊 这个救主 就是个名符其事的称呼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必须要成为 有血有肉的人 用他的身体 为我们的罪 钉十字架 流出他的宝血 来洗净我们的罪 让我们能够得救 得到永生 那主耶稣 他是怎么样 成为人来到世界呢 就是啊 神用一个很奇妙的方法 借着同女 玛利亚 圣灵怀孕 生下主耶稣 这是极大的奥秘啊 也是神对人极大的爱 所以呢 主耶稣啊 为了要救人脱离罪恶 能够将来得到天国 得到永生 他就用一个 很奇妙的方法 就是他本身啊 成为人子 这就是主耶稣 他在肉身的显现了 所以呢 他按照圣经的一言 他要为我们受死 来为我们钉十字架 流出他的宝血 来洗净人的罪了 叫人去传扬 这个得救的封印 叫人因信耶稣来得救 所以在这个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世人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这就是主耶稣 他称为人来到世界 那见你说到 他是称呼作独生子 但是呢 有些人觉得很奇怪 怎么称主耶稣 为独生子呢 难道神是 三位一体的神吗 其实呢 三位一体的一个名字 在圣经里面 是没有出现过的 所以呢 我们回到圣经里面 我们知道 这个神啊 他是独一的真神 因为圣经说呢 神是独一的神 除他以外 没有别神 所以主耶稣 他也自我介绍说 我以父原为一 他又说啊 你们看到了我 就看到了父 那又怎么样 把父显给你们看呢 所以父子圣灵 看起来 好像是三位 其实在灵里 是一致的 因为神 是个灵 所以呢 这个灵呢 是充满万有子的 所充满的 所以啊 我们要相信 这位神 他从天上来到世界 但是呢 他仍旧啊 是在天上的 因为在灵里 就是一致的 所以呢 这个三位一体 这个名词 是后来的人啊 把它加上去 的一个名词 那圣经有没有提到 三位一体 这个名词呢 没有啊 因为你看哦 一个身体 但是呢 他有三位神啊 那你说奇怪不奇怪呢 所以神是独一的神 没有错了 我们看 一夫首书 四章六节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贯夫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好 现在你讲到 一神啊 这一神就是独一的真神啊 那么这位神呢 他是 超乎众人之上 也就是 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啊 那么 他贯夫众人之中 那什么叫做贯呢 贯就是 他走在众人中间的意思 那主耶稣 他两千年前来到世界 他就是 走在众人的中间 然后呢 他是住在众人之内 就是这个圣灵啊 圣灵 他是内住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他是 住在众人之内 所以这些圣经 就把这个独一的神观啊 讲得很清楚 所以神是个灵 那么灵是无所不在的 他可以在世界上 他也可以在天上 他也可以同时做一百万人的工作 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 为了要完成这个救恩啊 主耶稣 他同时做三个工作 就是父子圣灵的工作 那么这救恩完成之后 主耶稣 他在天上 他就是独一的真神啊 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耶稣 他要成为你的救主 你的神啊 他允许我们 他要救我们到天国去 所以我们要来认识神 那你就会得到一个主耶稣的恩典 这一节我们就谈到这边 那我们下一节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那我们下一节道 我们下节目的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